食貨之人 選Semi Semi選東西 正啊 記住啊 Chips 未必是壞 所以今天看看可不可以吃到好的 Chips 食物 今天試什麼 今天試這個韓國泡菜 好啦 好在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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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韓星名來的 好在點 專誠在韓國帶來的 專誠在韓國帶來的 好在點 好啦 今天這個泡菜 所以我都ok喜歡的 那我通常那時候會煮麵 然後撈麵 然後丟一盒泡菜 哇 泡菜撈麵 好吃啊 所以那些泡菜都要很臭 很臭的味道 它的蒜啊 離遠問Ci Pay味 但近問沒有東西的 所以現在離遠了 對 你離遠了哪裏就到底了 我想說 你在說那個屁啊 明天爆菜 你說清楚先 那個屁都是一樣的 其實你軟紋也沒有 不是 你搞到我的誤會 我以為你剛才很近紋的 我的屁股 因為我剛才放了那個屁股 軟紋是一個屁股 他就跟你試了愛 不是沒有要 是要他先發散了 發散人粉 好啦 來啦 好 待會先講究 泡菜A和B的相差幾月 不過相差的價錢可以嗎 好 相差的價錢其實是一倍的 一個是15元 一個是30元 一倍也挺厲害的 好厲害的 這個是A泡菜 A泡菜 聞起來 哇 很酸啊這個 這個有酸的味道 有一些豆瓣醬的味道 蒜味很重 豆瓣醬的蒜多 這個有這麼多蒜不像 都很爽 聽到的聲音 這個不錯 這個蒜香 我很喜歡吃蒜的 有時候會拿一粒蒜頭 就這樣生吃的 哇 不辣到啡嗎 不會辣到嘴巴麻痺的 很辣的 吃長海綿 是呀 是呀 他們很喜歡的 我自從去到北京吃餃子 我看到一些豆瓣 我看到有人在咬又吃 可以啊 我試一下 OK的 你一定要咬一口 一辣的時候 馬上吃一口餃子 一咬一口吃 哇 很香啊 好棒啊 哇 我嘴很醜 是呀 這個有蒜香味 行不行 九分 哇 一來就有九分 我自己很喜歡蒜的 蒜蓉 我磨的蒜蓉 茶麵包 很棒 要不要喝一口 好 這個是B泡菜 B泡菜看就知道 紅辣椒很多 這些是平時會經常見的 這些很貴的 可以吃釋東西 因為釋東西便宜 因為釋東西多蒜頭 這個看起來有蔥,蔥還綠,這邊有蔥,蔥不綠 哇,這個蔥味很臭,剛才那個是蒜味,這個是蔥臭 這個不行,這個不好吃 這個蔥臭,蔥味,但我知道這個是貴的 這個應該是,我也覺得是,看這個人也覺得是 味道呢,我喜歡吃蒜,所以剛才很好吃 但如果說辣,蔥菜,也不是,要好吃很多 這個好吃很多嗎? B 這個有10分,剛才那個有9分 9分半 你今天,食貨 真的 這個30多元,這個30元,這個你有沒有覺得是新鮮一點 因為這個是… 炮菜也比較新鮮 就是它這個是… 炮菜全部都是浸的 我不會解釋 不要緊,我在法國的團圓煮下去 法國的團圓都很喜歡吃這個炮菜 這個你吃過貴的炮菜,其實是香港本土的韓國 有一個Ajima開的店 就是在香港製造的,你們自製的炮菜 怪不得了 但是這個便宜一點的,它雖然是韓國來的 但是就是一些… 代妝的 代妝,然後大牌子的那些process過的 喔 兩個都… 兩個都… 泮菜全部process 都是那些葉子等等 但是,總之韓國來的偏酸一點 韓國來看看,還有酸香 我喜歡韓國味的 這個很方便買的 超級市場就可以買到的 他說這些炮菜是韓國人長生之道 因為裡面有多維生素,然後有抗菌 對腸胃好,可以幫你清洗腸胃 又說可以抗癌 但是這個就有爭議了 對,這個有爭議 對,有爭議 因為有些人說吃的泡菜多 其實是容易有胃癌的 因為始終它都是… 那些業製食物 業製食物 業製食物應該都不是好事 剛才昨天才看過香港被煙癌的人 很多 說其中有吃什麼,吃鹹魚 對呀,以前也有說過鹹魚 蝦醬、鹹蛋等等 腐魚 最好吃的那些 中國人很多時候最喜歡吃那幾種東西 自殺那些炎命腸 哇,吃鹹魚 對呀 那些不同 但泡菜反而身體會比較好 而且如果你要吃那麼好吃的泡菜 都要多謝中國 為什麼呢 因為泡菜是在明朝那時傳入去中國 那時是醃菜 中國傳去韓國 那時是醃菜 不是那麼多這些變化 後來慢慢 韓國人自己改良了 變成今時今日的泡菜 因為在外國那裡再輸入了辣椒 他們才再加入辣椒 之前沒有的 就是我們中國那些醃製的菜 就沒有加辣椒 就沒有加辣椒 對呀 鹹酸菜 對呀 鹹酸菜那些 對呀 對呀 你不是說你喜歡吃泡菜 你記得中間他改過名字嗎 我真的不知道 中間在2013年的時候 他改了名字叫做新奇 新辣的新 因為他改的原因 好像因為泡菜是火腋製的菜 都叫做泡菜 他又覺得不夠韓國 所有的泡菜 例如Pickles都是泡菜 所以他特意要改一個名字 韓國真的很流行這件事 經常拿了專利 什麼都是他發明的 你不要告訴別人 剛才你說什麼 多謝中國 寫我韓國 不讓你入境 你想要整容 沒可能 真的他們很介意 很想拿這些名字 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這一次 叫做新奇 對呀 但這一次就不到他們說 因為改了名字 可能不知道是否反應不太好 他們在2014年 5月又改了 不如大家叫做泡菜 他以為自己是新奇 對呀 當好 一組人來應該是新曉奇